宇宙到底有没有尽头 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看得够远 就能看到自己的后脑梢 我们的宇宙 在诞生后的38万年 已经变得无比辽阔 由氢和氦组成的气体云 漂浮在太空中 再过两一年的时间 这些气体才会演变成第一批恒星 第一批燃烧起来的恒星 在宇宙中上演了一场 最为神奇的烟火盛会 第一批恒星点亮了气体 宇宙也开始焕发出壮丽的光彩 此时的宇宙 开始从黑暗时代 进入到光辉时代 真希望当时我们能够在场 那就像是点亮了圣诞树的灯一样 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放出光芒 就像漂亮的马赛克一样 色彩斑斓 越来越多的恒星开始发光 宇宙大爆炸十亿年后 第一个星系形成了 在接下来的八十亿年间 又有数不清的星系逐渐形成 直到五十亿年前 在这些星系中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引力开始吸引尘埃和气体 它们逐渐聚集 慢慢形成了一颗恒星 那就是太阳 宇宙大爆炸九十亿年后 我们小小的太阳系形成了 同时形成的还有我们的地球 所有的物质之所以存在 都是因为宇宙大爆炸 我们的宇宙还在不断地扩张 但它不会一直就这样扩张下去 我们宇宙有开始自然也会有结束 在宇宙大爆炸的一百四十亿年间 星系逐渐形成 充满了恒星 行星和卫星的宇宙 仍在不断扩张 我们知道 太空浩瀚无银 直径超过一千五百亿光年 宇宙也许真的没有尽头 理论上宇宙可以是无限的 也就没有内外之分 也许它的尽头就是起点 也许我们向一个方向看得够远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后脑勺了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由大爆炸产生的这个宇宙 是否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宇宙大爆炸并没有停止 还在继续 近年来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就是我们的宇宙 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在减速 而是在加速 它在加速运动 即将处于失控的状态 我们相信 有所谓的暗能量存在 这种虚无的能量 使星系分离 威胁着宇宙的存在 我们无法看到 这股具有破坏性的能量 我们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而存在 但是它有可能是宇宙的终结者 如果暗能量不断地分离宇宙 我们的银河系终将不复存在 一千亿年后 大部分临近星系也将消失 恒星将燃烧殆尽 星系将变得暗淡无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